你对思域最不满意的是什么呢 一定不是闲他吵 不吵就不是思域了 那唯一剩下可以吐槽的 就是那一套侏罗纪年代的内饰了 不过那很快要成为历史了 因为新的第十一代的思域 它终于赶上潮流了 本田刚刚在北美发布了新一代的思域 这辆车很快也会出现在我们中国市场 而且同样是一鸡两味 东本那边继续叫思域 广本就会冠以Integra之名 但不管是广州产的还是武汉产的 新思域跟北美版基本上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可以通过这辆北美版的新思域 来剧透一下我们国产的新思域 我们先撇开它的外形看看车厢 因为这是新思域变化最大的地方 首先你可能会发现这个车厢 有那么一点高级感了 不再是现在思域那种粗糙的感觉 空调出风口不见了 它们都隐藏在中间这条蜂窝状的饰板里 很好看 但是要花多少时间才能把它抠干净呢 空调旋扭换成了跟雅各类似的样式 据说手感做的比雅各的更加讲究 中控的部分也跟雅各有点像 悬浮式中控屏只有9英寸 本田这有点小气哦 不过它支持无线CAPRE 漂亮 而且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北美版的车机系统 功能还是比较简陋的 但国产的时候呢 应该会改成用第三代的Honda Connect系统 支持各种在线功能 还有语音识别跟语音控制 这样说可能有点奇怪啊 反正就是不会输给像领克啊 长安之类的国产车型了 还有新的液晶仪表板和方向盘 这些都是大家能一眼能看出来的升级 而大家在屏幕上面可能看不出来的是A柱变细了 同时呢 往后移动了5厘米 这样呢 就给新思域带来了一个更好的视野 同时在外面看的话 我们会发现新的发动机舱变得更加修长了 有一个隐藏的 但是很有意思的升级 就是新的气囊 本田在新思域上面使用了全新设计的前气囊 它在展开以后呢 可以夹住前面乘客的头 就不会出现像之前帕萨特碰撞的时候 揭不住头的那种尴尬的状况了 看到这个设计之后 我才发现之前那些气囊广告都是骗人的 传统的气囊 哪里像妈妈的 在安全方面的升级 还有新的Honda Sensing 它在具体功能上跟现款是没有太大区别的 但是呢 取消了毫米波雷达 单纯依靠一个前摄像头来实现 像主动巡航啊 预防碰撞啊 等等各种功能 当然本田方面呢 他们是拍着胸口说哦 我们这套系统的可靠性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不过我还是有点担心 不过其实新思域也不是第一个了 在新飞度还有来福江上面呢 其实本田已经用上了这个技术 目前看来还是可以的 关键是成本低了 所以我们可以预期在新思域上面 会有更多的便宜的车型 会装配上Honda Sensing 动力方面呢就没有惊喜了 新思域将继续使用现款的 1.5T地球梦科基发动机还是配那个CVT 不过呢 多送你5匹的马力 以前是177匹 现在呢是182匹 然后CVT的响应速度也会提高一点点 另外现款车型的1.0T发动机 将消失在历史的长河里 取而代之的是一个1.5升的自然气息发动机 再也不用纠结三缸的问题了 车身尺寸方面就很有意思了 轴距比现款加长了35毫米 但是那个我不关心啊 因为思域的后排空间 本来已经在同期车型里面数一数二的了 关键是后轮的轮距会比现款加宽了13毫米 可能大家很少会留意到轮距这个数据 笼统统来说 家用买菜车的轮距 前后轮距呢基本上是一样的 如果车辆工程师把轮距设计成梯形 无论是正梯形还是倒梯形的话呢 他们往往是想希望以此来改变车辆的转向特性 用人话说吧 前驱车容易推投 那如果我们把前轮的轮距做得比后轮宽的话呢 就能抑制这种推投的倾向 但问题是思域明明是一台前驱车啊 那为什么要加换后轮的轮距呢 这个悬念就只能留到我们试车的时候才知道了 最后我们再看看新思域的外形设计吧 其实跟之前发布的原型车基本上是一样了 东本的国产版本呢也会用到这一套设计 广本的Integra呢就不知道 简单来说 前脸跟心飞度是一个样式的 你是喜欢新思域这个萌萌打前脸 还是喜欢老款那个比较凶的前脸呢 好了到现在为止呢 新思域看起来都是很香的 它在保留了现款车型的各种优点之余呢 也变得更加的智能化更加的舒适 有点豪华味道了 但是呢现在在这个级别里面 我们中国的车型都很猛了 像领克林山还有吉利的辛瑞 还有传奇的引爆 这些车型啊不单在功能上面是比思域做得更好 而且呢他们的底盘都调得很不错 所以新思域这个操控性能不能继续保持优势呢 但这要等到国产车型出来之后才知道了 不过相信也不用等很久 看东本现在的进度 估计他们在9月10月的时候呢 就应该会有试驾车给到我们了 到时候呢我一定会去好好的试一下 然后给大家一个详细的新思域的试驾报告 请大家继续关注急车志 我们到时见 拜拜